多少钱买的 三百万 三百万 男子在澳洲花三百万买回一对金碗 妻子得知后崩溃大闹要与他离婚 男人无奈带金碗健保 专家看后却不停摇头 说道 你心脏承受力怎么样 专家的鉴定结果究竟是怎样 男子的结局又会是什么呢 此次来健保的是这名魏先生 只见他走路生风 双手各拿着一只金碗 走上台后 魏先生热情地朝现场观众打招呼 紧接着男子便对主持人做起了自我介绍 男子说到自己欣慰 来自河南郑州 主持人间魏先生这么热情 便直接拿过金碗认真地揣摩起来 随后对男子打句道 节目里之前有很多来鉴定金碗的人 但大多数都是赝品 而且像现在这样一次带两个金碗的 属实是不多见 听到主持人这么说 男子慌忙辩解 自己带来的这两个金碗肯定不是假的 看男子这么笃定自己的宝贝就是真品 主持人便十分好奇 问道既然你这么确定 这就是真品 那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对宝贝的呢 魏先生此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随即说到这是自己从澳洲买回来的 当时正值夏季 自己便打算和知心好友出去旅游 可想了好都没确定要到哪里去 妻子健壮便推荐了澳洲的几处景点 隔天便和朋友动身出发 因为自己有搞收藏的小爱好 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去的就是当地雇玩街 等我们到了澳洲市场 也是被眼前场面惊呆了 所及之处皆是琳琅满目没见过的稀罕物 于是就和朋友漫无目的闲逛着 当路过一家店铺时 看到里面华美的装饰 两人被深深吸引 控制不住的就向往里走 进去之后才发现 柜台里摆的几乎全是来自中国的文物 这可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在澳洲见到自己国家的文物 不管怎样他都要带回去一件 两人就这样在店里转了起来 然后就在角落的玻璃柜上 看见了这两只金碗 当时只看一眼就相中了 二话没说把金碗给买了下来 听到魏先生这般介绍 现场观众一片哗然 没想到男人竟是一位爱国的大好人 紧接着主持人问道 那您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两只金碗呢 讲到这能看出魏先生犹豫了一下 然后便一脸愁拢 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买这两个金碗时 他花了三百万人民币 听到三百万时 不仅是主持人 就连厂商专家都被惊呆了 三百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魏先生也清楚这是一笔大钱 因为这妻子还跟他大吵了一下 多少钱买的 三百万 三百万 男子在澳洲花三百万买回一对金碗 妻子得知后崩溃大闹要与他离婚 男子无奈带着来健保 专家看后却不停摇头 说道 你心脏承受力怎么样 原本是开开心心到澳洲旅游 结果却带回来这么一个东西 自家生意最近本就不是特别顺利 资金有些许紧张 妻子最近还多次因此跟他吵 迫不得已才带着来平台上健保 得知魏先生的苦衷 主持人开玩笑说道 原来您还是一个妻管言呢 但现在这社会怕老婆不算坏事 从侧面来说 这也是您爱妻子的表现 魏先生听后也没生气 而是说道 两只今晚虽然花了三百万 可自己在感到自豪的同时 也感觉到了屈辱 当时在澳洲市场里 自己买下这两件宝贝 不仅是机缘 也有冲动的因素 中国在历史上是悠久的文明古国 古人凭借积累千年的聪明才智 创造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 当时这些可能并不算什么 但现在即便是普通的古董 其中也承载着一些特殊的历史文化含义 听到男子这般说辞 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而魏先生却看着有些失落的说道 自己最初注意到的并非这对金蓝 而是一只上好的玉镯 其无论质地还是木样 都是上等品质 于是就有了买下送给妻子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店主和外国顾客争吵的声音 就走过去看了看 原来是顾客看上了一只金蓝 店主出价二十万 外国游客听后觉得店主漫天要价 一番争吵过后就生气的离开了 自己在观察后 发现这事件中国古董 就想把它买回来 毕竟今晚难遇 玉镯子回国了也能给妻子买 可是令他气愤的是 店主竟然见人下菜碟 要说自己六十五万澳元 折合成人民币三百万左右 看着店主那复制高气昂的样子 自己不争馒头争口气 也要把东西买回去 男子讲到这停止了讲述 主持人听完后也是一脸猛 望着魏先生 这事就是你不对了 虽然这两个金蓝是中国的古董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赌气 就任性将其买下来呀 怪不得妻子干你闹脾气呢 在现场观众此时也是一人生四起 突然一位观众提问道 您知道这件东西的来历吗 你又是如何保证这东西 就是真品的呢 魏先生听完保证道 自己毕竟是花了三百万 当时朋友多次跟自己保证 这就是真品 而且还是聊戴的古董 所以东西不可能是假的 那么专家鉴定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蓝吗 对 多少钱买的 三百万 三百万 男子在澳洲花三百万买回一对金蓝 妻子得知后崩溃大闹要与他离婚 男人无奈带金蓝健保 等魏先生介绍完宝贝来历后 便将金蓝送到了专家面前 专家看后说道 这个金蓝的分量很足 一看就是纯金制成的 然后专家仔细端向了金蓝 发现这两只金蓝的颜色非常鲜艳 而且表面没有一丝破损 保存这么完整的金蓝 如果是聊戴真品 那绝对会是绝世珍宝 再看这金蓝底上的名文 其雕刻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这应该是契丹文字 在当时定是工匠手工雕刻而成的 表面的包将油润自然 除此之外 金蓝外壁上的画像已极其精美 描绘的应该是契丹飞天神女图 这是敦煌墨高窟的艺术标志 其中的凤尾蝴蝶 更是契丹民族文化的代表 所以专家能够确定 这就是一件聊戴真品 听到专家这话 魏先生立马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打句道 这下回家终于能堵住老婆的嘴了 听到石宝人的调侃 现场顿时笑声一片 主持人正可时宜的向专家问道 既然这两只金蓝是真品 那么现如今能值多少钱呢 魏先生这三百万是赚了还是赔了 专家随即说道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好事成双 这两只金蓝单论起来就价值不菲 更何况现在凑成了一对 那是只赚不赔呀 四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 一对唐朝的金蓝 就拍到了九百六十万 可想而知 这两只辽带的价格 肯定至高不低 听到专家这番鉴定结果 老魏笑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 表示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再冲动消费了 就算是买 也要再对东西之根之底了再说 这次虽然赚钱了 可谁知下次还会不会再有现在这么幸运 俗话说股王行业水深四海 交易还是谨慎为好 希望大家也能铭记于心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